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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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自腐通的Fintech 全方位 在2023年 AI成为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除了在投资市场里面 成为了一个焦点之外 其實在整個大環境 無論什麼行業當中 我們都看到AI的身影 很多都說要加入AI的元素 究竟在金融交易或分析上 又如何可以善用相關的技術 今天就要跟兩位專家一齊談談 我當然不少得 真的幫我們做一些系統的REST Hello REST 你好 Hello 大家好 Dennis 我當然就是AI的勇敢 即是一個AI支持者 我對於AI各個領域都很熟悉 歡迎兩位 剛才也有說AI在很多行業已經出現 大家都說是幫到手 可能是節省到成本 或者是過往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才做到的事 AI都可以幫到少許手 其實在金融的大數據分析 甚至是資產上的交易 AI是否都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如果你說AI方面 即是一個機械學習的過程 主要是分析市場數據 其實分析完市場數據 然後再做一些投資的決定 其實在這方面 在美國方面已經流行了很久了 那邊現在股票方面差不多七成的交易 已經是來自電腦 至於你說七成裡面有多少是AI 還是有些已經寫好的計劃 當然這個不知道的 但主要大部份都是電腦操作 以Denis 如果說是AI的一些分析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 有時有些說是 他收集的數據可以很多 亦都是短時間看到多過我們的東西 其實是否當你們要去做一些行業的分析的時候 都有機會可以用到呢 很大層面都會用到的 好像Rex這樣說 其實用AI、用數據、用電腦的交易 其實在全世界來說都溫行了一段時間 只不過今年最主要是因為多了一個 Chack GPT的物體 還有大部份做AI的股票 或者相關的行業都升得很快 亦都做了很多話題出來 其實在金融上我們看數據 用一些數據分析 其實已經牽涉到一定的AI程度 我覺得Rex有一個專長 反而就是你拿到這些數據之後 你怎樣懂得教那個AI運用它 即說真的數據 甚至讀書的時候 Excel 都有用 你把數據分析一個圖出來 但其實每一個行業拿到的數據是不同的 要用的應用都不同 再到貸易的時候 我拿到不同小事的數據 我給不同的東西去教AI 那個的變化程度就是 我們這幾年反而是 著眼點多一點 Rex不知對嗎 因為我自己一路就拿到數據回來 很多時候早幾年是沒有用的 但是反而現在GPT其他AI多了 我可以用到它們的機會是多了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的 剛剛說到就是資料的來源 其實如果你說在方家裡面 或者在外國 甚至剛才我剛才說過在美國 因為資訊很流通 全部都有API 可以很輕易在一些網站 或者在一些 Blocker身上 就可以拿到一些數據 甚至市場數據 它很透明 很容易拿到一些 數據回來做分析 當然現在香港那邊 又開始慢慢 都開放了 譬如Bank M.A.之前說的 就是叫做 Open API 即Bank 又開始有些API 協助到回來 其實香港那邊的數據都會有多 跟隨我的潮流 所以我們預期數據會在市場上 越來越容易拿到回來 然後反而考的功夫就是 你如何砌一個AI 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Process 去學習這些數據 去製造一些有用的Application 所以變相 我們經常都說Data是一個Field 即是說一些能源 我們其實是要有那些東西 才可以製造一些Output出來 去製造一些Wareview出來 你沒有有就 做不到 以前就是說 Data可能大家未有AI的時候 可能做一些很簡單人腦的分析 可能是圖表 現在去到就是 可能因為Data太複雜了 可能甚至有些是News Data 即是文字的 有些當然是數字上 甚至有些可能是一些Social 即一些Incomplete Sentence 或一些不完整的數據 其實現在都可以用電腦 去學習當中的Covulation 即是究竟跟市場有什麼關係 如果Finance Warming 跟市場有沒有關係 就是找出中間電腦 會幫你找到關聯性 如果下次重複 再出現這件事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判斷 覺得有多少%的機會 可能是升或是跌 其實現在Machine Learning 就是在做這件事了 但有時會不會 就是數據太多 都會帶來一些煩惱呢 因為聽兩位所說 現在資訊的確是很流通 但我們就覺得太快了 大家都搶著第一去報道 但有時究竟那個真確性是什麼呢 或者是最近都發生過 原來以為當局推出了一些東西 誰知道原來黑客入侵 又幫他宣佈 這些消息來得快 亦都很快又出來澄清 其實會不會令到AI去拿數據的時候 我們人腦就很容易找咬 但AI可不可以分到什麼為之有效 或者是一個真實的數據來源 我想如果拿到Data方面 我們通常看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Source 就是我們通常拿API 那個API是從哪裡來的 是否在Exchange上拿到數據回來 會不會是一些News Data Source 可能某一些報章 可能有RSS feed拿回來 如果那些本身是一些有信譽的報章 如果拿到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當它是Valid 我們已經可以Process到 當然你會說 但如果那單新聞是假的 可能出現了 然後再說黑客 就是上次Bitcoin ETF的事件 那要怎樣處理呢 其實因為那些數據或新聞 是經正常的新聞途徑出來 所以其實都已經當是真的 當然本身已經炒了上去 然後他澄清這個新聞都是真的 所以你會看到反應就是 先炒上再炒下 所以反而反過來 那些新聞是否在一個正常途徑底下 如果是的話我們都要Process它 可能先給予一個反應 之後再有一個Corruption的 Investment Decision都不出奇 那這個是講的那個真確性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另外還要做一些科學上的Process 那就是說要做Data Integrity 就是看看Data 是不是順利AI學到的那樣東西 舉個例子譬如News Data 很簡單News Data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那個News究竟是不是跟 譬如一些橫觀經濟 究竟跟哪隻股票有關呢 因為其實可能橫觀經濟 每隻股票都對的 那這些我們就會看看 究竟要歸類先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Cleasing 究竟這些是否Valid 可以給到Process的東西呢 那中間還要做一層Data Integrity Cleasing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做AI的時候 我們先Data處理了 就是那些 就像剛才所說的 這些叫Fill 就是要整理無緣 就是要是靚油 這樣才去Process 那車就會走得順利 是 補充一點 就是入一些壞油 進去的車會死的 但是剛才Apple問那個問題 其實是很學術性的 就是那個新聞真還是假 即依然我們做醫學 未有AI的時候 你都很難去決定 但是去到某些公信程度的時候 沒辦法了 特別如果你做中斷線交易 你一定要先給一個反應 就像SEC那樣去過Cheater 因為Cheater 大家聽起來就好像社交媒體 不是正常圖案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上 美國政府 就是Donald Trump 都是一個Cheater 就代表一樣東西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很官方的東西 甚至乎 現在不是叫Cheater 叫X 但是我只這樣說X 我怕大家以為我講粗合 我先叫Cheater 變成他一出來 而那個人物 他又有TicTac 即是官方認證了 然後代表了那間公司 甚至是SEC 那你一接收到 你行Aergo 其實有一個 行AI行Aergo 除了機械快 之外有一個好處 就是快 他讓你人腦 或者讓你開會 去談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他先下市場 即是我們反而就會注重 我不介意 不介意出來的新聞是錯的 我們先去下市場 到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再修正 甚至乎我們好像剛才Rex 就下了另一個層面 再下一個Process Internity 即市場的反應 和Aergo以往的反應 是否正在走 那個好消息 或者那個壞消息 應該要走那個劇本 然後再去做決定 這個就是 订定策畢 或者是教了AI的時候 需要的 即是現在大家不一定都聽AI 但要運用到AI 其實是有一定的學識 或者要一個步骤 那阿Rex比以前 我就不講太多了 因為過往我們 好像Dennis所說 就是我們看完新聞 想消化一會 或者想找多幾個渠道去核實 丁尼有問一下阿Rex 是否有這樣的事 找到 le fat 有些做法是找几个sauce 如果几个sauce都有 其实已经很肯定这件事是真实的 但是现在通常在社交媒体 那个叫做sentimental analysis 就是市场的情绪 你看有多乐观 那里就会主导了究竟 我这次应该是偏向牛多些还是偏向红多些 但是如果用社交媒体是否反向呢? 如果是社交媒体是 如果大家之前有个策略就是 就是说如果偏向多些乐观的持续 就是有些人说Win,Earning,Profit 通常就代表更正确一点 那时候通常就倾向做好的 这个就是那时候 但是你说的成率是多少呢? 之前有个部队长做过 大概是50多个百分比 不多过55的 但是多一点 如果在长期间就是赢了一点点 稍后回来继续跟两位谈一下 那为什么在美国方面 看到AI和金融的关系 可以这么密切和这么快普及 是不是过往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呢? 那稍后跟大家再分析 继续回来自负通的FinTech 全方位 刚才就与Dennis和Arest 也有说关于AI 比如说选股或者分析 甚至乎说程式交易 听Arest说 在美国已经算好及 亦是使用率挺高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看到 有一些案例 都可以说是有效分散 或者管理到风险呢? 如果你说用程式交易去管理风险 我想最常见就是 在电脑上设置一些指示价 原因就是因为通常 正常管理一个 Portfolio 一个Asset 可能有股票什么都有 其实你很难用人去看看 究竟哪些东西是道解 因为你可能有很多 看不到的 那你用电脑去看 第二样东西就是 情绪 人的情绪问题 因为有时跌下去 又不舍得沽 然后觉得很少 不如不要沽住 这样塞在Portfolio上 但有时可能就是 如果你 就是叫做果断一点 就是可能有些 真的到指示要剪 那这些东西留给电脑做 反而自己会没有那么大压力 就是我自己觉得 原因就是因为你去到道价 去帮你剪 就没有那种 不舍得的感觉 那么多一些discipline 就是有纪律一点 那令到那个Return 或者止蝕的效果 都会做得好一点 那我们指示上面 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说 过股或者一个instrument 里面的一个止损位 另一种就是说 原来已经是整个Portfolio 到某个位置 就是Portfolio Stop Loss 我们所谓的 整个Portfolio要斩 或者叫大部份要换位 所以如果当日很多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电脑看 你很难即时计到 究竟现在到尾 那么多instrument 究竟一起加起来到尾 所以要用电脑去看那些位置 而且是要由最高的位置来的 那如果你用人 立即是当不到的 一定是电脑看失了 所以一含到那些位置 就电脑立即发出 那便立即会沽货 所以有时你会 这个就是我们用电脑去做一个止蝕位的用法 那你有什么案例呢 其实之前你见到有很多的 比如美国方面 在说Covid的时候 就是Covid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记得 是突然间有些闪崩的情况 可能突然间半秒之内跌很多 那些其实是什么呢 是停板 是 跌到停板 那些就是说电脑 因为跌得很急 可能一天跌 可能是8个百分比 都见到 指数方面 10个百分比 那些是停板 然后跟着是 因为你跌到那些位置 电脑就要立即做止蝕 那一止蝕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人买 那他们就会一起推下去 所以会突然间很值的 因为大家一起做 是Market Order 所以你会见到 就是说电脑在这方面 其实你会见到 就是说电脑做止蝕的位置 是很当地立断 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方式去做止蝕 尤其是美国那边 是很狠 就是我特别是 好像上年CPI数据 或者当时因为水平很高 我都做了Rex刚才那样的 就是会设置止蝕盘 在市场上 但是当NAS是期货 你当回我不说NAS 就是为什么说恒指 我设置了可能50点 平时我认识了 谁知道我那个止蝕 一出完那个盘 是出不了解的 然后市场跌了500点 譬如1万点 我是9950止蝕 但是原来已经拿了97 那我的盘就继续挂在 我是指不了 而你是做基金 或者做一些资管的时候 你就控制不了风险 这个是太多人用AI 或者太多人用L稿 而出现的问题 变到 虽然我都很认同 为什么我们还存在呢 我们这些经理 或者是assets major 就是你 有时计算的位置的时候 就已经要注意到这个风险 甚至于AI再下去 就是那个利益的 risk 去计算这件事 是挺有趣的 甚至乎Rex刚才说的 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将这个东西加到最低 你不会阴下阴下阴下 或者好像刚才Rex刚才 我们一个投资量 可能只要20只 我根本本身计算不到 我当这些字是科技 你帮我计算到之下 最重要是你20只中 如果你有3、4只 指不上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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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但又是否可以完全依靠AI呢? 是否真的沒有情緒去做投資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呢? 這個很多人都會想 是否應該完全是不受任何情緒或事件 總之不要放一些個人因素在裡面 但譬如有時市場錯了 可能見過有些股份單人會轉向 又出來澄清了 可能是否程式交易又會馬上購買 我會形容人與AI的關係 究竟在資產管理上應該是怎樣擺放 或者他們的關係應該是怎樣 我會形容為如果有AI的出現 人的位置或決定的位置應該要再擺放一格 即是甚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即是我們DM經理這樣 我們應該要決定一下 究竟你的盤 即是整個投資料 今年應該要賺多少回合 應該是跌了這件事 而賺這個回合的時候 我應該要用多少 risk去剔導 當然越少越好 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是人要決定的 因為其實你假設擺到很高 30%這樣大家都喜歡 但其實那個 risk 隨之為增加 反而人是要判斷一下自己的客戶 你覺得他成不承受到 即是現在30%大 有20%的DRAWD 他能否承受到 你要考慮這件事 從而去決定 究竟這個策略 我高風險一點 我不用住 這個AR我不用住 因為他比較激烈 所以我要換低風險一點 反而人是會決定 究竟用哪一個模特兒去做 或者那個回合的目標 我會考慮這件事 還有我發覺如果人決定 譬如我要10% 反而我們可能有很多 strategy 會用到 究竟擺多少呢 當然我們可以用 計算去計算 這些位置可以留給AR去計算 究竟我要做10%的時候 怎樣的佈置 就是擺多少 是能夠拿到最少的 risk 但達至10% 這可以留給電腦去搞 但我們是一個人 就是要及客戶的感受 他能否承受到風險 所以我會這樣去定位 像是我們是老闆 請了一個敬人回來幫忙 是嗎 我想不止我們的金融行業 其實現在的AI形容就是 你是將我們人的位置 去擺高一點 就是希望他取代了我們低層一點 就是繁複的工作去計算 例如現在Copilot Microsoft那些都是希望你的Office work 盡量去減低 在我們金融行業都是 反過來Apple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取代了人 我想反而普通客戶 他還想我全部交給你AI去做 我不用想 我也想 他幫我決定 但現在其實是未去到那個位置 很多東西都還未去到那個位置 譬如剛才那些客戶 你真的要跟他談很多的事情 你才真的感受到他的風險 即甚至乎我做Family Office那些 即他跟你說他可以承受到三成的 但其實他10%的時候 已經過來coach了你的戶口 是嗎 是 是的 即贏的時候贏三成都是沒問題 但是輸 是不是輸三成呢 它是不同的 你要衡量 這些位置還是要人和穿插著 但是我覺得要學會怎樣去運用一些AI 令到我們人類減少那個 或者更加Effective 甚至乎現在有人說 四天工作 就因為 真是我們減低了人類要做的工作時間 那我們是否應該享受多少 我希望是處理的方向性 不是純粹是取代了人類 當然我們老闆不知道是否這樣想 大家的 亞洲地區 究竟何時才會像美國一樣 可以普及或者使用率這麼高 其實叫做現在這一刻 都還未走到一個很前的階段 是否因為可能亞洲市場 本身的結構和美國有些不同 大家面對的問題都不同 我想應該是跟那個industry 就是那個行業 那些大的公司 究竟有多想推動這件事 因為譬如 舉個例子 有些instrument 是永遠都跟科技無關 譬如Bonds那樣 如果你買債券 永遠都是要打電話 還是買了email 還是很OTC 要看看那個是 本身在做這個business 有多想去覺得 如果用了科技 那個cost會減少了 會令到這件事 容易做事更多 但是 要看看客戶 亦都受不受這件事 因為譬如有些客戶 為何落房子 通常都是大客 他們可能是 已經是上一輩的人 他們不是怎樣用科技 可能用電話多 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可能是institution 可能有些comfiance問題等等 那當然 每個instrument都有不同 當然你說為何香港 譬如股票 都可能會慢些 就好看就是 究竟我們現在 在香港裡面的機構 有多想去evolve 當然 管理員現在都在幫忙 譬如說 MA說要銀行一定要做 不要管有沒有客戶 用這個API 總之你一定要做 即開了一個接口 對 開了一個接口 所以他們的IT 就開始動了 甚至不知道有沒有客戶 有沒有人知道 但是就做了這件事 當然你說新加坡那些 其實已經有了 開了 Sandbox那些有了 當然這個就是 我們MA跟著跟到那邊 見到情況 跟著一起做 所以其實是要有個氛圍 然後大家一起去起動 才會做到的 那如果譬如 我們 因為你至於 我們香港所有東西 物價都高 你要開一件事 如果沒有客戶 其實大家都會擔心 所以為什麼會一直打不斷 就是因為大家都希望有客戶 這樣就令我們放了 這裡牽涉到 當然還有香港人才的問題 就是究竟夠否有IT人去做 另外還有就是 權益要配合 譬如你開了API 可能要經過MA 看的API沒有東西 那裏可能要花些時間 甚至現在香港在說 crypto 即是crypto exchange 有一些license 那裏其實都會開到API出來 所以我會慢慢覺得 東西會慢慢上軌道 香港這裏 還有因為有外國可以參加 至於你說要做多久 就看看香港的IT人才夠不夠 究竟可不可以全部人都請到IT人一起去做 還有夠不夠客人 譬如做完這些事都希望有客人可以儲存 所以這幾方面要配合到 那整個產業就升得起 今天多謝Rex和Dennis幫我們講了這麼多不同的話題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了解多一點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